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肌肤不足以汗寒暑 是说人的肌肉皮肤是不能抵御炎寒酷热的侵袭 又如捍卫国家就是保卫国家 汗据侵略就是抵抗侵略 所以当汗用在保卫抵抗的意义上时 也可以写成这样的汗字 汗也是抵触的意思 又称为汗格 如礼记学习篇 发然后进则汗格而不生 剧中的汗就是汗句 格是表示坚强 坚强的意思是说 已经发生了事情 才来加以禁止 就会受到抗拒 而无法达成任务 所以后来就把不适合 不能相互适应的事情 叫做汗格不入 汗与这个原字的意义相通 也可当持卧奖 所以汗功就是原功 如淮南子原道篇 射者守汗乌豪之功 乌豪是古时候弹性很强的功 意思是说 射箭的人手里握着一把很强劲的 名叫乌豪的功 汗也可以与这个汗子相通 如孔子嘉宇至思篇 林林烟若持辅索之欲汗马 是说小心谨慎地 像拿着腐朽的绳索 来驾驭一匹凶汗的马一样 汗子仅有一点之差别的是这个 签字 签字的国语注意 是七烟签一生签 签是细长耳尖的小棒子 如牙签签也是插入的意思 所以利用枝干插入泥土中 来繁殖的方法就叫做签插法 最后要注意的是 当汗字用在抵御握持 和强汗的意义时 可分别与汗、圆 以及这个汗字相通 但汗却不可以念成 干或签的音 特别提供您做参考 今天的每日一字 就为您介绍到这儿了 请您的收看再会